现场来看看惊险瞬间 发生在台北是这个货车驾驶 在载送瓦斯钢瓶 我们看看行径北投大渡路三段的时候 疑似没有绑紧瓦斯桶 再加上货车门板的卡榫脱落了 行驶到一半 20桶瓦斯钢瓶直接掉落地面 滚动的时候还因为气罚故障 造成大量瓦斯外泄 真的好危险 索性发生地点就在关渡所的旁边 警告人员立刻赶到现场迅速解除危机 那虽然这一次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 或是车辆毁损 但是物品没有绑牢 会依法开除法弹 白色小货车绿灯直直行 但开到一半 数十个瓦斯钢瓶突然散落一地 有的快速翻滚摩擦地面激起火花 有的则是气罚受损 边滚边喷气体 瞬间占据了四个车道 不只肇事的货车紧急刹车 连一旁车道的驾驶 看到也怕遭受波及 动都不敢动 事发地点警邻关渡派出所 远景衣服都来不及穿 就赶紧将瓦斯钢瓶河里搬离路面 消防队员也到场监测瓦斯浓度 就怕有个火花 让事故变得更严重 起动靠交通快打来处理 那本事故幸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及车辆的汇损 事发在29号傍晚5点多 肇事的货车从淡雪出发 要送瓦斯到台北 行进北投大堵路三段时 疑似没有绑妥钢瓶 加上后车斗门板卡榫松脱 导致20个瓦斯钢瓶掉落地面 警方因此开罚 也发现了货车司机 没有随身携带运送训练执照着上路 还得吃上了3000到18000元的罚环 瓦斯钢瓶在户外当中 其实相对来讲会比事来讲 风险会比较低 空气是流通的 那它不会有个蓄积的情况发生 不会产生所谓的 瓦斯会产生所谓的爆炸 当时接近下班 先锋时刻 车流量大 好在顺利善后 但这瓦斯钢瓶掉落的瞬间 也让人看得淡战心惊 记者称赞许周明 台北报道